今天我们来讲讲圆圆写的一个她在欧洲的回忆 地点是在巴黎米歇尔大街一个咖啡馆里 在这个林海光的脑门上顶着一只手枪的时候 圆圆正在这个林海光的大宅子里跟林海光的妻子小凤聊天呢 小凤呢正在央求圆圆好好的去跟那个林海光聊一聊 斩断与那个池小木藕断丝连的感情 小凤说呢她听你的话 圆圆呢答应试一试 但圆圆还是告诉小凤啊 这林海光和池小木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感情 或许曾经是但现在早已经不是了 面对这个脑门上的这个手枪 咖啡馆老板让绝儿说呢 林海光啊感觉并没有感到恐惧 看上去呢她很平静 也许啊过着刀尖舔血生涯的人 认为这一天是注定要来的 而那个丰满的女招待 玛丽亚则说呢 那一瞬间她的眼睛里枝满了遗憾 这个她是指林海光 圆圆啊特别相信玛丽亚的眼力 因为这个林海光这一生啊遗憾太多了 这林海光是肯定认识这款手枪的 多年以前呢还曾娴熟的使用过 你别看她是一个从穷乡僻壤来的一个普通农民 但是就如同像穷蓉熟悉的那个钓鱼工具一样 她也熟悉手枪 这是一支德国造的P7系列的手枪 林海光啊对这个德国制造的产品从来都是情有独钟 从汽车呀到照相机呀 当然也包括各种各样的轻武器 比如眼前现在顶在她脑门上的这款手枪 林海光就知道 这就是德国造的P7手枪 德国呀有一个文明于世的GSG-9这么一个反恐怖小组 它的成员呢全部都是从警察局里边精挑细选出来的 能呃能兵强将 个个都跟詹姆斯邦德似的 这个小组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什么呢 它的成员啊不是由官方配备给你什么武器的 而是你可以啊自由的去选择你自己认为的德心应手的武器 于是呢这个P7系列手枪就成了他们的最爱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成员都揣着这种手枪 与恐怖分子斗智斗勇 而且啊呃据统计呢不光是他们 就连英国的什么SAS 什么美国的Delta 呃那个西班牙的那个geo 呃还有那个新加坡的特警小组 都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林海光啊还知道这种手枪的研发起源于令世界震惊的1972年慕尼黑黑九月事件 那个事件就是恐怖分子对以色列运动员的疯狂杀物 林海光还知道而且也清楚这款手枪的特点 就是你可以啊把这保险都上上了 哎你还可以带着他去走 这个保险不但简单而且灵活 就是不管在任何状况下啊 只要是他的握柄压板不被压下 那么那个P7就是处于安全状况了 就是他掉到地上他也不会走火 而且反应速度极快 所以啊就是在你紧急的时候啪一把枪 握紧这个枪身 你不需要开启或者是搬一下什么保险的那种 那个呃零件啊什么的啊 你就可以完成 射击 拿着这把枪对着他脑门的啊 一看就是一个很清秀的一个男孩子 林海光啊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自己的同胞啊 还是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之类的这种东亚人 他呢看到了丰满的那个女招待玛利亚 惊恐的脸和合不上的嘴 这张脸他刚刚和他亲密的脸贴脸的质疑过了 就是欧洲人一见面都得先在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的啊 不同的国家不一样 有的是一下有的是三下 最麻烦的就是意大利那三下 我都有时候想问呢 他那三下是先从左还是先从右啊 这个林海光啊特别想跟玛利亚说一声 谢谢你这些年的服务 但他没来得及说出来 他呢也看到了这个咖啡馆的那个老板 哎哟说错了啊 对他看到了那个老板啊 那个觉儿正在那个读报了 这时候眼睛都飞的眉眉上去了 自己也惊成了一束雕像 林海光特想跟这个老板说啊 真对不起 让你受惊了 可是他也没来得及说出来 他不知道啊 他心仪的法国姑娘和这个有过销魂一夜的这个凯瑟琳 一路闯洪东正在米歇尔大街的那个街角停车 正在向这个咖啡馆飞奔而来呢 而这个姑娘凯瑟琳的背后啊 是几十位核枪实弹的法国警察 他只是啊 下意识的用右手摸了摸左腕上那串檀木的面珠子 那是妻子小凤送给他的护身符 每逢啊 有大事要发生的时候 他都会把他带在腕上 这时候 枪响了 林海光呢 就跟那个跳太空舞似的啊 缓缓的抽搐着倒了下来 波德莱尔说梵高啊 说过一句话 他死去时 麦田里边一片惊慌 一群乌鸦惊叫着飞过天空 远远想啊 这林海光眼前肯定没有那个惊叫的乌鸦 也没有飞过天空 他眼前应该是风景如画的故乡 因为林海光的那个电话呀 他没有在这个警察局报备 所以呢 这个警察局呀只能去找到了这个同乡会 打电话 我询问这个人怎么联系啊 家属啊 这一些啊 所以呢 这个同乡会的向从容 就报告了大家这个噩耗 向从容 看来呢 是非常的悲痛的 因为可以听到啊 在电话那边 他就在抽气着 他呢嘱咐圆圆说呀 你立刻跟小凤做好准备 然后呢 我会带着你们俩一起去警察局 见林海光最后一命 圆圆呢 非常担心脆弱的小凤 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 可没想到呢 小凤这时候表现的非常坚强 虽然已经哭成个泪人了吧 也许啊 这都是他料到的事 圆圆就问小凤 还有没有需要通知一起去的朋友 亲友啊 小凤凄惨的说 唉 阿昌 在德国坐牢呢 老义 在国内出事 没有人了 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 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好